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个诡异的彭罗斯阶梯吗 咱们先看一段小短片 看一下什么叫做彭罗斯阶梯 这位主员工在一段上坡的阶梯上行走时 发现了一条小鱼 然后他跨过了这条小鱼 继续往上走 但诡异的是 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他又看到了刚才那条小鱼 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吗 明明是在阶梯上往上走 却像掉进了无尽的循环 没有最高点也没有最低点 更诡异的是 我竟然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这个彭罗斯阶梯 注意看 这个阶梯每一步都是永远向上 永不停歇 不是说这个诡异的彭罗斯阶梯 只会在图画 电影或者游戏中出现吗 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也可以找到 那么接下来就来给大家解密一下 其实在现实世界中 也只能以二维的形式 来看这个所谓的彭罗斯阶梯 因为现实世界是三维立体 多角度的 从它的影子上就可以发现一定的问题 光线在不同的角度照上去 看起来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实物的形态 左边的影子明显比右边高 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缺口 当光线从左边照过来 你会发现这个位置竟然是空的 好 那么现在就来正式给大家解密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物体只有在特定的角度看上去 才是所谓的彭罗斯阶梯 在其他角度就是一个从低到高 有镜头的阶梯 电影到梦空间拍摄的时候 就用了同样的错觉原理 像这个有趣的小游戏 也是用了同样的创意 前面的路看是断了 但是只要转一个角度 在视觉上 路又给接通了 那么咱们又回到刚开始的问题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传说中的彭罗斯阶梯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